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Java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日期操作 日期类型 不管是Java也好 还是其他语言 Ruby PHP C Sharp Node.js都好 他们肯定都要有日期类型 是非常常有一个类型 今天咱们就讲解一下Java的日期类型 咱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一个是Data 一个是Data的儿子 Calendar 为什么说是儿子呢 Data呀 打Java GDK出的那天就有了 20年了 所以说已经长大成人了 这Calendar呢 一开始是推荐Data 现在GDK呢 推荐咱使用Calendar 这是他儿子嘛 所以说呢 咱们今后重点在乘以这个编码过程中 推荐您使用Calendar 因为它有更多的函数 更多的方法 而且呢 标明日期呢 也是更加的精确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吧 首先说 咱们要使用Data和Calendar这两个类 那么咱们该干什么 没说 那么先Intel进来 但我还Intel了一个什么 Simple Data Format 这是什么 这是对日期进行格式化的一个类啊 这个一会咱们会看到它的使用方法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代码吧 首先咱们要做的是获取系统当前日期 该怎么获取 如果是Data类的话 咱们就敲啊 Data 空格 做一个Data实例 然后呢 New Data 这样就声明了一个Data的实例变量 而且默认值呢 是当前系统日期 咱们通过这个 往这个控制材打Low 能看到 怎么看呢 Data.toStream 它自然就能够看到当前系统日期 好 咱们再看一下这卡连达的写法 卡连达也不难啊 虽然这个字符串长一些 卡连达 然后声明一个卡连达的变量 然后注意看 卡连达它不New了 它怎么写 它是卡连达点 给咱们一个静态方法啊 叫什么 叫get instance 获取一个实例 在实例里面 其实它New了一下 它还有好多其他操作啊 这就不用管 那换句话说 咱们要声明一个卡连达类型的实例的话 用这个卡连达变量下面的静态方法 get instance就能够获得 不用New啊 注意 好 然后咱们去打印出来 这个get卡连达 get当前的时间多精确 然后呢 tostrain输出 一会咱们看到这两个的区别啊 好 接下来 这卡连达不仅能够输出 还能够干什么 注意看 取当前日期的年月日十分秒都可以取 写的方法呢 就这样写 卡连达点get 然后呢 跟一个长量来标识 我要取哪个类型的数据 当然注意 有一个地方 就是说这个月份 不光是渣瓦 渣瓦脚本也是一样啊 这个月份呢 它是从零开始算 日期从一开始算 对不对 月份从零 比如说第零月 其实就是一月份啊 比如说第五月 其实就是六月份 所以我后面要做一个加一 好 既然取出了年月日十分秒 然后呢 我准备把它输出 就是下面这个地方进行输出 当然卡连达还有一个另外的特殊的方法 就是说我取当前是周几星期几 day of week 能够取吧 非常的非常的强大 这个date呢 date的实力都是做不到的功能 好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日期格式化的输出 这就用到刚才咱们的类了 simple data 简单日期格式化的函数 怎么做 咱们呢 声明一个这个对象的实力format 然后new它时候 注意传什么 传一个咱们想要的日期的格式化串 标准的就是这个四个年 四个年 四个万啊 表示一个四位数的年 然后是月日十分秒 这样来表示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一会咱们把它输出 看一下实际结果 咱们看的是一个date变量 就是这个地方 好 接下来再给您做一个咱们编码过程中非常常用的处理啊 日期比较 比如说咱们拿到两个日期 比较一下这两个日期 谁大谁小啊 谁先谁后啊 对吧 那怎么比较 用到这卡连达啊 比如说咱们这有两个卡连达的实力 一个是date1 一个date2 然后我可以给这两个实力附上各自的日期 这个呢 也是date类型做不到啊 只有这卡连达能做 不是 是这样说吧 以前这个data类型是可以复年月日十分秒的 但是现在不推荐了 不推荐您使用了 您如果想手动的给一个日期复十分秒年月日的话 一定要用卡连达 好 这要注意这个地方啊 好 那咱怎么复制了 咱们先声明两个卡连达的变量 然后用这个方法 date 传年月日 当然也可以传十分秒啊 我今天为了给您展示 咱就传年月日算了啊 咱们声明两个卡连达 一个呢 是2017年几月一号 对 二月一号啊 因为这个月啊 它得加一 然后呢 下面呢 是2008年的二月一号 然后我判断 判断什么 data1 这个2017年的啊 点儿 你data1在data2之前吗 before对吧 如果data1在data2之前的话 就输出一个log data1在data2之前 当然 这卡连达里面有好多多如牛毛的函数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点个点儿看一下啊 好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例子啊 我现在马上运行一下 这是咱们的intelligence 我把代码考过来 咱们先考上面的import部分 但你说我不考 用art加这个enter行不行 当然没问题 大家请看 这又是intelligence的好处啊 我指import没有使用的 它又是灰的啊 真的这个 这个太棒了 太棒了 其实一个例子也有啊 好 稍等 我考一下 其实按理说 我应该是把我的程序 一段一段考费 然后一段一段运行给您讲解啊 但是那样的话 这一集时间就太长了 所以我就一块考费了啊 然后咱们一起运行 然后我一起讲解就算了啊 肯定要给您讲嘛 对不对 好 咱们考完了 咱们考完了代码 马上运行 go 看结果啊 哦 输出这么多 咱们看啊 首先输出了两行 什么日期型的tostrain 这两行是 这两行其实应该差个 这个几百毫秒才对啊 但是呢 因为咱们就是说 瞬间输出嘛 所以看起来这两行 日期是一样的啊 2018年 这是3月6号 我现在是晚上10点 是47分 然后这 大家还注意看 是gst 什么意思 是日本时间啊 东京时间 大概是 3月6号晚上10点47分 33秒 其实还有几毫秒 但是呢 它就不再输出了 因为这 为什么 这两个瞬间执行 瞬间完成 应该是几乎一样啊 好 咱们再往下看啊 咱们要输出年月日十分秒 用calendar的get 各种各样的数据 然后输出什么呢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输出了年月日十分秒 而且是这个汉字啊 所以下面这里看到 就是这个地方 2018年3月6日 22点 晚上吧 47分 33秒 没有问题吧 然后我再用 简单日期格式化类型的 做一个日期的串 格式化串 再输出 就是下面这个结果 大家请看 这是斜线 就不用汉字了 18年3月6号10点 晚上22点 47分 33秒 没有问题吧 再接下来 日期比较 一个data1 一个data2 然后data1呢 是17年的 data2呢 是18年的 但data1 在data2之前吗 因为在的话 所以呢 就输出一个data1 在data2之前 然后呢 这data1呢 有各种各样的 因为是calendar类嘛 有各种各样的 非常先进的方法 推荐您点个点 看一下 我先给您点一下吧 大家请看 这是calendar里面 更是各样的类啊 但是我就不给您都讲了 因为这个您看一下帮助文件 看一下GDK 很快就能理解啊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Java呢 日期的简单的使用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今天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中午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优酷能供您观看 推荐您的使用YouTube的高清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